接下來我們看到世界的疫情 目前世界的疫情 大家似乎都開始放鬆了警戒 例如德州的州長 美國德州州長就解除了口罩令 無論他是為了要轉移寒流的暴雪傷害 恢復經濟或是挽救自己的民生 這個舉措充分讓人見識到了人類的傲慢 當然我們不會因此就希望德州的病例提高 讓他致死其果 但是現實上 這幾天德州的確診病例 的確有小幅的攀升 大概漲幅在8%到12%之間 人類就是這樣 怎麼樣呢? 不做死你就不會死 但是偏偏人類就喜歡做死 對不對 那麼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本週的世界疫情金榜排行榜 雖然美洲談有點巴谷 但是必須是關乎我們人類世界的重要事情 也是老師是否能夠恢復隱游的重要關鍵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看到世界疫情的榜首 本週是世界疫情的最強寶座 由神之子的隨從 巴西特朗普的波索納洛 所領導的巴西 擊落了神之子的國度 暢未成功 登上了世界單日確診病例的榜首 單日新章確診病例持續上升 從他原來單日的5萬人 現在已經漲停板到了6萬人了 關鍵在什麼? 關鍵還在口罩 這麼簡單 不戴口罩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這個戴口罩問題沒有在巴西上落 巴西上落時 所以說巴西你雖然有疫苗 但是感染的人數還是持續的去飆升 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就是被擊落的神之子所在的國度 也就是美國單日新增人數降至5萬6000人 接下來美國會如何發展? 世界一起會如何發展? 期待老師4月份的流月總論 嚴格來說 美國現在進入了停滯期 也就是持續數日染疫人數並沒有下降的趨勢 這跟我們美國許多州的州長 廢除拜登的口罩令 理論上都有直接的關係 人可以因為政治利益而指路為馬 但是病毒不會對不對 他說感染你就是被感染 沒有在給你馬戲的好嗎? 第三名是智利 單日新增病例標至3萬人 智利以前沒有這麼高的 我們可以從數據中發現 只要有個地區單日染疫維持在平盤 就像一個平行線一樣沒有下降 那麼突然飆升的機率都很高 目前來看智利就符合這樣子的邏輯 第四名是誰? 第四名是意大利 浪漫之都意大利 單日新增病例也成長的趨勢 提高到了2萬3千人 第五名是法國 浪漫之都也是提升到2萬2千人 約裂成長了10%的染疫數 單日的都是每一天 第六名是誰? 第六名是印度 成長至每日1萬8千人 也符合這兩週老師的質疑跟預期 但染病曲線就像複製貼上一下維持太久了 基本上病例會突然增長的向上趨勢的 就是比較高的 第七名是波蘭 單日染疫的病例也是大幅提升至1萬5千人 第八名是誰? 第八名是捷克 同樣也是上升的趨勢 單日新增病例為1萬3千人 第九名是土耳其 也是上升的情況 單日新增病例將近1萬2千人 第十名是誰? 第十名就是戰鬥民族俄羅斯 他是除美國之外 進入了下降趨勢的前十強 單日新增病例大概只有一萬人上下而已了 以上就是我們四屆單日新增病例的前十強金榜 其他的國家部分 例如第11名的烏克蘭 第12名的秘魯 都是上升的趨勢 單日都在八九千的新增病例數上下 第13名的德國進入了小停滯期 但是每日的新增病例也只有8200多人 但是還是不能確定德國是不是會重新攀升 這個數據目前老實現在觀察 還不是很充分 而英國我們英國變種病毒的發源國家 這個新冠病毒也不能改成叫做倫敦病毒 對不對 因此英國變種病毒 在英國上面已經獲得控制 每天只有6000多人確診 之前高的時候有30萬人 他已經很給力了 但是我們話這樣雖然是如此之講 但是我們這個數字 我們把它換算到台灣身上 會變成什麼樣的數字 但是台灣2300多萬人 英國有6700萬人左右 等於是說台灣每天新增2000人的確診病例 這個比例如果放在台灣 那就真的很嚇人了 各位說是嗎 而印尼印尼每天還是5000人的上下盤旋的數字 但是相信他往下的機率是比較高一點的 在菲律賓每天還有3400人的新增病例 屬於上升的階段 而馬來西亞已經下降至1600多人 符合預期 馬來西亞的部分 已經部分開始解封了 真的是可喜可賀 老實希望今年的雲遊 可以再度拜訪馬來西亞 能夠就地重遊 再次再訪我們的好朋友跟故人 而產生南非變種病毒的南非 當日已經下降到1200多人 毫無疑問他是屬於下降的通道 但是還是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停滯期 到時候可能還要再觀察一下 而南韓屬於停滯期了 當日新增400人上下 這比過去上個月還要嚴重了 這種機會有可能突然往上飆增了很多 不過應該都是個別的案例會多 整個社會上的難易突然崩盤的機率是不高的 而日本厲害了 怎麼樣 日本排在韓國的後面 下降到每日400人左右 看來無論如何 日本這次舉辦東京奧運是勢在必行 安倍的一些假下台 都說我胃很痛 我要下台 別人來頂一下 現在變成真下台了 怎麼樣 菅義偉已經把奧運跟他的病例數控制住了 這個首相真的是要舉辦成奧運的首相 然後這個名聲可能就被菅義偉拿下來了 所以說我們真的不能小觸菅義偉 本來以為他是個跑龍套的 誰知道他把主角都幹掉了 而加拿大每日的平均新增病例數還在2800人上下 澳洲大概都是10例以下 而除了染疫部分 所以我們要關心到疫苗 疫苗很重要 我們疫苗在世界民主燈塔的美國 單日接種疫苗回到的水準 每日都有200萬以上的接種率 第二名是印度 每日也有140萬以上的疫苗接種率 不過印度這個數字應該是使用印度自己的疫苗 並非是歐美認知的那個白人疫苗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除了白人自己生產的疫苗外 他們不承認其他的疫苗是有效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政治上的觀念 當然除了俄羅斯以外 除了俄羅斯以外 其他白人疫苗他們才能被接受 當然台面上的理由當然都是說 你的數據沒有公開的很完整 你們的秘密沒讓我知道 但是實際上還是這個政治問題會比較多一點 而巴西現在雖然每一天都有40萬的百姓接種了這個新冠疫苗 但是他也不妨礙他去擊落美國 成為世界擔任新增病例的霸主 俄羅斯每天接種的人數也蠻低落的 在哪裡只有20多萬人 對於自己有辦法生產疫苗的國家而言 俄羅斯這個數字真的是有點不可思議 怎麼會這麼少呢 而其他的國家有疫苗可以打的 大概都是20萬以下 但是當然也是有疫苗的國家也不多 就算你有疫苗你的數量也不多 而萬惡的共產黨 這是無人權獨裁暴政的 他的數據沒有公開 但是可以預期的跟確認過去往日的數據 還有他們現在的風氣 大概每一天至少只有200萬人去施打 中國本身生產的疫苗 而關於疫苗最近還發生一件事情 真的是饒富趣味 這是什麼呢 意大利限制了阿斯克捷利康 也就是所謂AZ疫苗出口到了澳洲 直接把你扣下來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引用了歐盟的法律 認為意大利的境內的疫情都沒有受到控制 所以是說意大利的生產疫苗 當然不能出口到澳洲去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澳洲有沒有爆跳如雷 有沒有覺得說我要強力譴責 你這個意大利根本是枉顧自由民主博愛 你根本是強害人權的兇手 你怎麼可以去枉顧我們澳洲施打疫苗的人權呢 這事沒有發生 變成什麼澳洲總理莫里森 他就淡淡的表示 我們理解意大利現在的狀況 我們可以去理解 但是我只要說一下 我們是正常的跟阿斯克捷利康公司簽訂的採購 但是你現在扣掉我的疫苗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還是稍微尊重我們一下 好吧 以後你我們這個疫苗你還是要給我們 這個時候怎麼發這個很有趣 面對歐洲的白人頭包 澳洲就不在乎澳洲人的百姓他們的人權了嗎 我們先不要說 如果中國做一樣的事情 扣下疫苗不發 這些事情會不會被全世界譴責 譴責什麼 萬惡的中國共產黨強害源權 你怎麼會扣的疫苗不發呢 就連中國你要出口疫苗都被嗆聲說什麼 你不是很會 你不是疫苗很厲害 不然你免費送對不對 又怎麼不免費送呢 是不是 同樣的事情 當阿斯克捷利康的疫苗 像臺灣現在得到的AZ疫苗 他已經弄死了一票患者之後 阿斯克捷利康可以告訴你 這是正常反應 全世界都會尊重 但老師也尊重了 因為疫苗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疫苗本身就是病毒對不對 所以說他只要強調患者你施打 你自己要謹慎斟酌一下 好吧 你覺得身體不大行就不要打 就是身體不血我才要打 不然我打疫苗幹嘛 是不是 但是中國疫苗發生一個死亡案例之後 你還不知道是不是疫苗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出問題 在香港什麼樣 打完疫苗自己中風而亡 那就覺得什麼 大家要覺得這疫苗裡面一定有問題 中國是泯滅人性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去打中國的疫苗 這到底是為什麼同樣的事情會有不同的標準去解讀他 這個關鍵或許不在於事實 有時候這個叫做偏見 各位你覺得這個是嗎 而現在疫苗有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其實還是有進展 除了這幾間疫苗廠或是嬌生他們的單劑疫苗之外 在今天老師得到一個消息 前幾天就已經有公佈了 只是老師看不懂那個文字 德國跟美國的合作藥廠現在研發出一種 新的疫苗 這個疫苗你不用打針對不對 你口服的就好了 做成藥丸你吃進去 就可以得到什麼防疫的效果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德國的總理梅克現在是表示說 這些的患者治療5天之後 病患的體內的病毒量有辦法大幅降低 目前是進入到第二階段的臨床實驗 這個臨床實驗是有202名感染新冠病毒 也是COVID-19的症狀 但是沒有達到住院標準的患者為對象 這個藥廠卻表示 受試者裡面會出現四種嚴重的副作用 但是你有這個病症 你服用這個疫苗 你出現了嚴重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目前還沒有被證實 跟這個疫苗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說這個還是蠻意外 你吃疫苗然後出現了副作用 然後副作用跟這個疫苗沒關係 這邏輯可能還是有 老師不是醫學專才 說我也不能說他對或不對 就感覺哪裡怪怪的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結果我們現在講一下 講到現在我們疫情還在走 但是我們疫苗也要有 所以說世界疫情的秩序 現在也進行重新的醞釀 要知道一件事情 剛剛世界的疫情跟他的經濟 讓我們覺得好像離我們越來越遠 而我們自己過的人生 都覺得是不是除了這些 世界上發生的大事情之外 我們個人的人生 居然是一成不變的時候 老師必須告訴你 相信老師 那是因為有人蒙住你的雙眼 讓你以為世界不過是如此而已 好嗎 這有時候就是一個媒體 讓你以為世界都沒有事情 不對 這個事情這個世界每天都在變 不變的只有你自己 為了你要變 請各位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常常看老師的節目 還有經濟老師的節目 還有多閱讀我們的一些報章雜誌 或者是一些文獻資料 這對我們的人生 都會有很決定性的關鍵 好嗎 最後老師要講一下 我們在4月底跟5月初 老師會在台北舉辦我們的學會籌備會 要招募我們的學會的創始會員 之後也會到台中高雄去舉辦 那麼等老師確定場地之後 再會跟大家公布 屆時 如果你對參加老師的學會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先來聽看看 我們現場來聊看看 有興趣的就加入我們 未來老師要開班授課 傳授老師個人的專業的時候 老師只會開放給學會員 不會對外招生 老師不是開命令補習班 我們是要自從道合的心態的 是我們學會員的 我們再把這些專業知識分享給各位 我們期待跟大家相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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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